现在我俩到了云南门山 今天是历琴的生日啊 但是最开心的应该是洋芋 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 刚刚点了两个面 这边的面都是10块钱一碗 料子非常足的那一种 都是用这些大骨头熬出来的 用这么大的碗来装 谢谢调味料 什么都很大连这个锅都这么大 旁边这里呢是当地的一些调味的一些小菜 这是破荷 云南吃破荷非常厉害 山菜葱香菜黄豆 还是发芽的黄豆芽 各种辣椒 好了 汤 汤要自己打吗 自己打 谢谢 料子全部都是自己调配 好吧 OK够了 而且这边的面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薄荷椰 这个好吃啊 香菜 没有 没有 我没有看到折耳根 各种辣椒面 蘸水 再来一点点味精 OK 完美 都是这么大的分量啊 才十块钱 要一点 如所谓的 给大家看一下老板给洋芋挑的一个大骨头 这个骨头才 多少钱来这里钱 五块钱 哇 还带肉的 这个是老板应该是做过了汤底的 所以不要了 就给洋芋 要不要现在给洋芋啊 等一下 应该我看到 那里有很多 骨头看到骨头的吗 嗯 就是想着能不能给洋芋 给洋芋 然后又去问洋芋 还能不能洋芋 他就说你不太行 他就挑了一个比较多肉的骨头 好肥啊 要不要给他 眼睛都这么大了 慢慢 慢慢了 我们两个也开饭了 每次来到鱼门都被自己的分量所祈福 对啊 十块钱 来感受一下 这么大的分量 主要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感觉在云南这边吃的最多 其他地方吃的稍微比较小一点 用来油炸一下也非常好吃 谢谢老爸吃 熟悉的味道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一只碗面的分量 这些牛肉都是切的一大块一大块的 在兰州 这一片就够他一碗了 一碗里面有好多片这么大块的 刚刚被我吃掉好多 这里也是一块 我觉得我们两个玩了 咋了 他不用摆脱海南 又来越南了 因为有变胖的地方 刚刚离开了就有一个另外 另外一个容易变胖的地方 你恰恰的人 你这大片呢我吃不完 给我吧 吃不完的话你又浪费了 我不要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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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的话也太胖了 哈哈哈 好纠结 你这种痛苦洋芋是永远都理解不了的 洋芋只会一直吃 你看人家洋芋 一直还在吃 香不香 香不香 我们吃饱了 把刚刚养育可的那块骨头也打包了 你看他 一直盯着那块骨头 哈哈哈 有吃的 他就那么听话 变成世界上最乖的狗了 走 哎呀太饱了 今天太饱了 今天是例行的生日 4月16号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 来这边过例行的生日 本来打算在海南或者在广西那边 但他说既然前两年都在这边过 那今天也不要例外 那今天也不要例外 今天生日感觉怎么样 没有人我不开心就很好的 每年都是例行过 我就没有过过生活 每年给你过一个这么 我不要 我要这么小的就行了 多大的一个瘦头就算了 多大的一个瘦头 瘦头 让我八十岁先嘛 好吧好看 好看 凌个人 等一下吃了就变羊羽了 什么意思 跟羊羽这么肥呀 我特意定了一个很小的 拿起来 我俩等下要吃饭去了 留个牛骨给羊骨头 没有肉的 做我生日快乐 历琴今天忘不忘 忘两生 我们出去一会 小朋友的大礼物 小啊 今天吃私餐 类型突然想吃牛排 除了牛肉 其他都是自助的 水果点心之类都有 我就想吃点水果 其他人是没啥 我要西瓜 西瓜那边那边 拿点西瓜 这一家可是非常下本 我们看了一家是 洞洞就几万的交易量 一点不假 太下本了 鸡杂 肉类 鸭豆都有 海鲜也有 这边还有桥丝 来云南这个算是一定要吃东西 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第一眼都以为是薯条 其实他跟薯条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要不要吃一下 这叫桥丝 是一种粮食做的 还有这种 应该是木瓜水吧 它是人类快乐的源泉 是 饱了饱了 你饱了没有 你饱 蛋糕吃不下了 我们回去晚上一点再吃吧 我饱了 我饱了 你饱了 我饱了 你饱了 你饱了 放在这个小柜子上面应该没问题 跟床是连在一起的 没办法 没有桌子 哇 不用打开这个的 有毛的蛋糕 好 我就是说不要买有毛的 这个疫情期间 小心一点 但是好看是挺好看的 拉住你的眼镜 它这种是什么线的 好像是什么 蓝莓还是什么 无所谓的 能吃就算了 这个也能吃 不能 你切吧 你切蛋糕 我没那么快切 你想拍个照啊 欣赏一下 要不要它也搭在你头上 要不要它也搭在你头上 还很多奶油 哇 我也很久没有吃蛋糕了 这些能吃吗 可以 开吧 应该很少人在床边过生日 阮月 这个不关你事 它里面可能有巧克力的 不要弄到床就行了 哇 我喜欢这一种 走开 你没有份 它吃着骨头 然后看见我们有别的吃的 它就过来了 哇 没有叉子 你吃 感觉很好吃的 什么样子 肯定你先吃啊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这个要讲先后训续的吗 不要 吃吧 吃吧 你先吃 好吃吗 好吃 生日快乐 嗯 好啦 拜拜 拜拜 给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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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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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